大家好,我是优妈 今天我用三个鸡蛋一碗面 做了小碗蒸面包 蓬松轩软,香甜好吃 一次醒发就能做成功 保证你一看就能学会 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三颗酵母粉,二十克白糖 先搅拌均匀 再倒入二百五十克面粉 最好是用高筋面粉 搅拌成面絮,再放二十克油 揉成光滑的面团,不用醒面 直接放到案板上不停地推拉 像搓衣服一样 直到出现这样的手套膜 这个是面包拉丝的关键 再分成六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擀成椭圆形 放上蜜豆 从一头卷起来 然后再擀成椭圆形 再次卷起来 这样一个面包的生胚 我们就做好了 取三个吃饭的小碗 里面刷上食用油防粘 放入做好的生胚 盖上盖子,醒发两倍大 醒发好以后 表面刷上鸡蛋液 包上保鲜膜 放入蒸锅 起开即时蒸四十分钟 焖三分钟出锅 我们的蒸面包就做好了 蓬松轩软 里面还超级辣丝 比买的都要好吃 还能一片片撕着吃 真的是太好了 喜欢的赶快关注收藏 试做一下吧